嗨 同学们 又到了 Teacher Yong 教 Serjala 的时间了 所以今天的 Teacher Yong 会教 最后一个part 就是巴克森比兰 的最后一个part 也就是马来西亚大兰 Berdubo 和 Serjala 在上一个video Mr Yong 有讲到 关于马来西亚在 国际上的一些组织 的一些审邦案 的一些贡献 比如说Commandale OIC NAM 现在我们会看到 马来西亚 跟我们附近的国家 有什么 合作上的关系 比如说第一个就是 我们的 Persatuan Negan Negara Asia Denggara 就是最早期的 它的名字叫做ASA 为什么它会产生ASA PKM在Sambadan 马来西亚大兰 公厂威胁在菲律兵 这个成立ASA 是由东国阿都拉曼的 一个建议 被成立ASASA TUK 所以这个ASA 成立主要就是 这是来铲除共产党 最早期就是马来西亚大兰公民 它的目标就是促进 Economy, Science, Social 还有给予准备 和准备 保证安全 还有政治的稳定 确保国家的安全 然后呢 这个阿萨它不是很成功 为什么呢?因为 因为 因为那个时候印尼 它是一个共产的国家 那个时候印尼还是有共产党来统治 所以呢 这个阿萨很明显的 它跟这个印尼是有 产生出 有那个 就是交叉的反应 就是说是对立了 所以印尼那个时候呢就是很 反对这个阿萨的组织 然后呢也是有 Kersaingan, Bulat, Timbu, Kraner, Bajanjian, Ketuneraan, Malaysia, Britain, Samantala, Thailand, Filipina, Bulat, USA 然后也是有一些矛盾 因为马来西亚当时是 跟英国签那个军方的合约 可是Dylan跟 Filipina是跟美国签 所以不同的 一个老板 所以也是会有 不同的这个理念 OK 所以到最后 马来西亚和马来西亚丹, Filipina 关于Bernubu,马来西亚 阿萨米尔, Manbawa, Ketunubaran, Assa 最后呢 马来西亚跟 Filipina也是因为 有一些纠纷 OK 就是我们第六课所学到了 因为马来西亚当成立 Filipina就开始 要攻进马来西亚了 所以到最后 这个阿萨就 没有什么贡献到 就解散了 OK 好 另外一个呢就是 马菲林度 OK这个的话相信你们 同学们也是有学过 就是在第六课的时候了 OK 马菲林度主要就是三个国家在里面的 就是有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 跟 Filipina OK 这个马菲林度的成立 是为了 什么呢 就是为了解决 Bertelinga 马来西亚, Filipina 还有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 因为马来西亚刚成立的时候 就只有这两个国家 对马来西亚是批评最大的了 OK 为什么他们会批评呢 因为第一个 印度尼西亚不同意马来西亚的成立 是因为 因为他们觉得马来西亚的成立是一个 新的一个殖民法 OK 菲律宾呢 它也是不同意马来西亚的成立 因为他们觉得 沙巴是属于 菲律宾了 所以菲律宾也是 不同意马来西亚的成立 OK 啊 就是因为这两个国家不断的去攻击 所以马来西亚到那个时候呢 就透过这个 马来西亚 来跟菲律宾 跟印度尼西亚产生 这个 这才是谈判 OK 所以呢 这三个国家就寻求这个联合国的帮忙了 为了得到 沙巴跟沙巴人民的意见 OK 到最后呢 印度尼西亚跟菲律宾 他们不同意 跟 Satan PPP 他们不同意这个联合国的这个调查 然后也继续的 不能当马来西亚 Persangetan 亚 Persangetan 引力造成这个 Mafilindu Dita Praparana Nagi OK 因为 过后呢 这个 菲律宾跟印度尼西亚继续的对马来西亚攻击 OK 所以到最后造成这个 Mafilindu 也没有什么 Praparana 也没有什么贡献了 OK 好 到最后呢 就开始成立了这个 Persatuan Negara Negara Asia Tenggara 简称 ASEAN OK 这个ASEAN 是到现在为止都还是有了 OK 因为这个ASEAN 是让全部的东南亚国家 参进去里面 所以这个ASEAN是几时被成立的呢 就是在1967年的时候 在Dekrasi Bangkok 然后就开始找这个 ASEAN的成立 所以ASEAN的目标很简单 就是为了维持 ASEAN Negara的政治稳定 就是为了维持东南亚的政治稳定 就确保这个东南亚 没有任何的打仗 没有任何的战争 OK 帮助Andara Satu Sama Lain Dalam Bidang Economy Songy Social 和古代 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 能进行 回家 你可以取得到 你会担心 你会帮助 你会帮助 到达他们 达他们 和藝人 一起 的 自己 给产生 和 远天 主要是帮助一些比较贫穷的国家 或者是在一些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交流 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这个组织只有 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台湾、菲尼亚和新加坡 过后才加入了Vietnam、Miyama、Brunei、Lars和Tampocha 所以总共有10个国家在里面 然后在最近的时候 一个国家就是Temore State 所以总共阿西亚里面有11个国家 全部都是东南亚的国家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最重要的 就是Sumbangan & Brannan 马来西亚在这个阿西亚里面有什么贡献到呢? 比如说马来西亚曾经在Kuala Lumpur 1971 在1971年,就举办了Dekrasi Kuala Lumpur 然后就宣布了 阿西亚的Sumbangan & Brannan 说写就是Jokfan 在这个1971年的时候 在KL就宣布了 阿西亚东南亚国家呢 他们是一个Jokfan 是一个安全的地区了 所以就没有任何的打仗 没有任何的核武器 所以这个我们常常会Jokfan Jokfan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维持和平和政治的稳定 比于阿西亚东亚 所以在东南的国家里面 没有讲是支持Barat 又或者是支持Block 所以他们是有自己的一个角色 所以有些问题也曾经是在里面解决的 比如说Vietnam曾经侵犯过Kampocha 所以阿西亚就提议Baratyajan Democratic Chamboran Kampocha Bimbinan Putera Norodom Sintano 然后也是有在1984年的时候 有着Mershara Menteri Menteri Ra 阿西亚准备发射加大Nupra 现在那个时候就宣布了 东南亚国家是没有核武器的 没有研发核武器 或者是Project ASEAN Badjaya Eura di Bintulu Serta di Ache 就是这个肥料计划 在Bintulu 还有在Ache 也就是Indonesia 然后还有Sidang Kementcha ASEAN 在Singgapura 在1992年的时候 Zun Kaosan Berdagangan Bebas ASEAN 成立了 为什么要成立 主要就是 消灭这个贸易限制 在Kalangan Negara ASEAN 就是取消到这些贸易的限制 可以更加开放的做生意 所以Malaysia曾经有提出一个idea 就是Proundingat Economic ASEAN EAEC Yanti Tendang Oliang Negara Magu Tama USA 或者是Concept ASEAN加三 所以Malaysia曾经有提出这个EAEC 可是被美国反对 然后Malaysia曾经提议Concept ASEAN加三 除了ASEAN之外 也加上另外三个国家 就是China,Jepun,Korea 然后Bertubahan Aseasimyo Bertubahan Menteri Belajaran RedSum Pusat Serantau UndukScience & Metametic Bula Binang 这些也是一些组织 在Malaysia举办的 还有其他的合作 比如说Tahun Kemputayan ASEAN SultanC Tahun Melawak ASEAN 1992年 所以这些都是Malaysia 在ASEAN里面的一些SultanC 贡献 所以这个我觉得 ASEAN是很喜欢问的 ASEAN可能会问的 Upperkut Sumbangan Bertubahan Malaysia Dalam ASEAN 所以你们就要讲出这些 换一出来了 这些都是Malaysia 在ASEAN里面的SultanC 然后最后一个部分 就是Tahubahan Masa 就是Malaysia在未来的一些挑战 所以主要有五个挑战 第一个Globalization 就是全球化 因为现在每个国家都可以上网了 所以整个地球好像一个地球存掉 没有一个Sambadan Tamb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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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badan 因为有IT的越来越先进了 所以整个地球好像没有任何边界了 只要一个国家发生事情 基本上过了几个小时 全世界就懂完了 因为我们有互联网了 第二个就是Technology Malumat ICT ICT就是我们电脑上的工具 只要有ICT的话 就可以把这个新闻 或者有些资料可以很迅速的 就存起来了 另外一个就是Chorridor Raya Multimedia MSC Karajian Malaysia鼓励ICT Karana Plasana案 Care Economy 还有我们乐大汇 Malaysia的培众 就是鼓励ICT 就是为了提升这个国家的经济 另外一个就是K-Economy 因为经济保险 本而达湾 我们执着和我的 500人 使用知识 发给 我们取消一年代 把那个能够带来进步 这个就是为了拼经济 后来还有 保护社会要继续的学习 无论你多少岁都好都是要继续学习 其中一个包括 concept 终生学习 这样整个社会才会变到更加有智慧 而且更加高的技能 所以主要就是这五个乔巴兰 所以老师觉得这五个乔巴兰 主要也是问在ASM会比较多 所以整个第九课老师讲完了 现在我们来看一些pass year的题目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第十二题 我放大一点 在1971年的时候 在KL举办的这个阿西安峰会 有什么重要的结论 这个很重要啊 答案就是 本意习地乱安 作范 刚才老师讲了吗 在1971年的时候 KL的这个峰会 主要就是讲到 这个作范的成立 本意习地乱安 作范 然后我们可以看另外一题 OK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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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来了 什么 改变 这个 带来了 带来了 这个 可以产生 每个世界 每个国家 更加的团结 因为 没有边界了 因为上网是没有边界了 没有什么 然后 第二 本本 这个 这个有了 就是使得整个社会更加有知识 本 Yabara Maluma Dalam 就是 把这个资料 资讯 在很短的时间内 可以传播给全世界也是有 所以答案就是 二、三、四 Dalam 然后我们来看多一题 OK 这个 也是关于东南亚的 OK 我们有阿萨 我们还有阿西安 OK 所以 有共同的目标 是什么 当然就是 MENJAMIN KJASAMER DALAM KJASAMER DALAM KJASAMER DALAM 就是在每个 领域方面的 互相合作 OK 所以答案就是 东地 好 所以老师呢 今天就讲到这边了 OK 所以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们可以 在下面的 询问老师了 OK 当然如果你们需要 Online Pass的话 来Prepare今年的 SPM的话 还有三到四个月外了 所以同学们 如果你们要上网课的话 要补使掉的话 你们可以 联络老师了 OK 好 所以我们下个video再见了 OK Goodbye